你真的是迟晚 是 我是迟晚 那天 我不知道要怎么面对你 所以逃走了 但我知道你不是那样的人 喝 继续喝 还真的是我美 不过我竟然追了他那么多天 我都知道 我感受得到你的诚意 我带你去个地方 走 不可以 你是洛言 我是迟晚 你相信我 看你现在是洛言 不可以 什么时候才能换回来 放心 会有办法的 你不会觉得我是疯子吗 怎么会 你给我的感觉 是不一样的 因为洛言他不会这样的 我先前 人还奇怪来着 现在 倒觉得 是有了答案 不过这件事情 不能让别人知道 我怕 陈家会觉得我们是精神病 会对你们家共死不利 你说得对 你不会 醒了就忘了这件事吧 不会 我花了那么长时间找你 怎么可能会忘记 对了 你怎么找到那张照片的 那张照片 是我托人找到的 但后面我再想找你 就再也找不到你了 我后来想找你玩 又找不到了 我还以为你不想理我了吗 不是 我当时 是被爸妈送去疗养院疗养的 第二天 就被送回了楚家 没机会 去跟你告别 原来如此 我就说怎么找不到了呢 你也找过我 当然 我可没遇见 这么好看的小哥哥 原来 我们错过了这么多 还真是一杯董啊 早 早 吃点东西 走 昨天酒喝多了 头有点痛 不是 你们一个个怎么都不行啊 一个能喝的都没有 还有 洛言宝贝 你昨晚怎么先走了 我突然有点事 你怎么会突然来这边 我爸喊我来的呀 你爸 你爸和我爸 让我和洛言宝贝 联姻 果然又是联姻 他们还是没死心 两家就一定要联姻吗 你真的不想和我联姻 关我什么事 联姻嘛 长辈的意思 想结再说呗 不行 你不行什么 这是我会跟我爸说的 却难打消这个念头 我倒是无所谓 不过洛言宝贝 你最近都没有来找我玩呀 我在忙工作 一直在公司呢 不是你变了一个人呢 你以前不是挺爱玩的吗 现在怎么 化公司了 我想好好工作不行啊 好好好 以前以我狼狈为奸的 楚洛言女士 无复存在喽 你还真会用词啊 直辈一下 你说他这么大一个总裁 偏要跟着我们跑 你说楚事是不是快凉呢 彼此彼此 十万美人 以前我不觉得你这么会对人 你怎么了 跟他带一起久了 传染了 本来就是嘛 这样事都没问题了 楚事更没问题了 不是你俩联系伙来欺负我呢 知道了 爸回国了 我现在得回去一趟 我跟你一起回去 走 那我们呢 等等我 待会见到爸 你别激动 我就当我是洛言 我没这个意思 我说可能见到爸 他态度 可能不会太好 原来洛言的处境 这么差 你把他带来干什么 他现在不是应该在度假村 和江家那小子在一起吗 妈 你想要联姻的事情 也要问一下我们的意见 我问你们干什么 等你们回来 跟我们顶嘴啊 身为楚家人 平日里无所事事 想尽荣华富贵 让他去联姻怎么了 难道亏待他了 这不是亏不亏待的问题 我有在跟江小明好好相处 那就好 你们呀 要好好听你妈妈的话 你妈妈 还不是为你们好 还有你个臭小子 我还没跟你算账 你把他带公司里来干什么 什么时候轮到你来做准了 就是 他什么都不懂 你把他弄到公司去 还不就是给你贴乱 没有啊爸 洛言他做得很好 东远去他合同的事情 你不是也看到了吗 洛言他也是楚家人 总是要给他去公司实习的机会 我又不是没给过他机会 你看看他 原来都干了些什么 哪件事他做成过 妈 我是真心想学习的 东远集团的收购 也是我拿下的 我是真心想帮哥的 人一定是很有长进的 您不能拿有色眼镜看我 怎么跟你妈妈说话呢 妈 李建民小蛙更跟我们处事挑 最后 还是洛言发现了问题 我们用更低的价格 拿下了东远集团的项目 这是洛言的功劳 妈 我发誓 我一定在公司好好工作 不捣乱 您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妈 看在天叶帮你求情的份上 就再给你一次机会 下个月 我们楚氏将举办答谢酒会 就由你来负责 谢谢妈 妈 妈 你们旅途劳累 先休息吧 我带洛言 先去熟悉下酒会流程 奇怪了 这兄妹俩的感情 什么时候处得这么好了 我倒要看看 他们能耍出什么花样来 你们豪门 都是这样的吗 其实也不是 冒昧地问一句 洛言 是亲生的吗 是亲生的 那既然是亲生妈妈 怎么对洛言 我还一直以为 楚夫人不太喜欢洛言呢 一直以来 家里都是我妈妈当家 从小 她就一直忙工作 她又把我当作 储家继承人 也就是因为这样 她对洛言的关爱 就变得少了 那联姻这个事情 他们认为 联姻 是洛言最快的立足方式 其实洛言很聪明的 我会好好引导她 那以后 就麻烦她嫂子了 说什么呢 这事情 要交给洛言 我还真的比较担心 但交给你 我很放心 你怎么知道我做得好 先不说 东远集团的事情 我要刘燃去调了 你这几年的工作记录 做得很好 至于 组来你发展的那位总监 我已经把她开了 现在把她开了 已经对她很好了 果然是楚总 够不见 这个 是经常跟我们公司 合作紧密的客户 你看一下 不要出错 好 石小姐 大小姐接下来会很忙 所以你多帮忙她 为什么 董事长把接下来的 集团答谢酒会 交给大小姐来做 好 我 哎 我有事问你 怎么了 那老头 怎么会把这么重要的事情交给我 是因为楚天燕跟他保证 他会好好干 所以才交给他 你在楚家 楚天燕 他竟然会帮我保证 他也不怕我打他的脸 是因为她知道 大小姐 初总喊你开会 好 马上来 一会儿再跟你说